一些韩国球迷认为 韩国职棒联盟应该更重视本国啦啦队成员的价值 甚至建议与李朱莹签订终身合约 以防止她前往台湾发展 他们还威胁要抵制台湾产品 如凤梨书和珍珠奶茶 也是抗议 韩国啦啦队新兴李朱莹平级出色的外貌 和跳舞时冷酷的表情迅速走红 被誉为继小龙女李多会之后最具潜力的南韩啦啦队成员 她拥有170公分的高挑身材 白希修长的双腿和匀称的体态吸引了大批粉丝 甚至有人称她美得如同AI 近日 一段名为绝对反对李朱莹进军台湾 但影片在YouTube上引发乐意 短短一个月内吸引了超过282万次观看 并在韩国网友间激起了广泛讨论 部分网友认为 李朱莹在韩国跳舞时常常不笑 或许去台湾发展会更适合 但也有批评者认为 如果她真想成为明星 就不应该待在啦啦队 然而 自从李朱莹上个月来台湾参加活动后 舆论的风向开始转变 她在Instagram上分享了在台湾的生活照 显示出她在台湾似乎过得更加愉快 笑容也变得更为常见 这使得李朱莹来台发展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一些韩国球迷认为 韩国职棒联盟应该更重视本国啦啦队成员的价值 甚至建议与李朱莹签订终身合约 以防止她前往台湾发展 他们还威胁要抵制台湾产品 如凤梨书和珍珠奶茶也是抗议 然而 台湾的粉丝则反驳道 李朱莹如果留在相对保守的韩国 可能会从到李多会的负责 陷入无尽的负面舆论 大家对李朱莹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inu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台湾的粉丝们在影片下方留言 纷纷鼓励南明珍 希望你找到新的幸福 大部分台湾人不会因为你的婚姻状况 而改变对你的喜爱 你的婚姻状况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支持 中华职棒富邦汉将啦啦队的韩级成员南明珍 于近日在她的个人YouTube频道上 发布了一段引人注目的新影片 标题为 《会编吃台湾生鱼片编大哭的韩国人》 只有我一个了吧在影片中 她不仅在组维港享受台湾美食 还首次公开分享了自己的婚姻状况 南明珍是富邦汉将啦啦队的议员 于李浩真和李亚因两位韩级成员一起 被粉丝们称为史上最强外援 虽然一些支持者早已知晓南明珍已婚的事实 但她在影片中宣布自己已经离婚并恢复单身 依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她表示 未来将全新投入台湾啦啦队的工作 并对台湾球迷的支持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南明珍在影片中用韩文向观众们阐述了她的婚姻情况 并配上中文字幕 她说 我结过婚这是事实 但现在呢 现在我自己过得很开心 现在我和家里的狗狗 还有妹妹住在一起 随后 她用中文补充道 我离婚了 这一消息瞬间让许多粉丝感到震惊和意外 台湾的粉丝们在影片下方留言 纷纷鼓励南明珍 希望你找到新的幸福 大部分台湾人不会因为你的婚姻状况而改变对你的喜爱 你的婚姻状况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支持 男美女 谢谢你勇敢的分享 台湾的粉丝永远站在你这边 加油 要在台湾生活的开心哦 这些温暖的留言充分展现了粉丝们对她的真挚支持和鼓励 南明珍的坦诚和勇敢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也让人们看到了她坚强的一面 未来 她将继续在台湾的舞台上闪耀 并期待着与粉丝们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大家对南明珍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ING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近日 台康熊英棒球队更传出江城立名为Wing Stars的啦啦队 入选的正式成员将获得保障年薪至少50万元起跳的条件 而这50万元并不包括绩效分红及商业合作 啦啦队已成了台湾职业运动球团的标配 无论是在棒球场还是篮球场 啦啦队女孩的表演都能为现场观众带来无限欢乐与热情 虽然啦啦队女孩近年来曝光率持续攀升 像是轰轰 蓝蓝和铃香等代表性能物更让他们受到更多的关注 然而背后的职业生涯却并非如外界所想象的光线亮丽 近日 台康熊英棒球队更传出江城立名为Wing Stars的啦啦队 入选的正式成员将获得保障年薪至少50万元起跳的条件 而这50万元并不包括绩效分红及商业合作 这样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对于50万的保底年薪 一件包扁不一 一些人直呼太惨了吧 夏天热到流汤 冬天冷到靠北 整层也休息没多久 或是还算少了吧 认为这样的收入无法应付啦啦队女孩在夏天演乐和冬天寒冷的表演环境 且赛季忙碌 休息时间也不多 然而 也有人指出 10棒组场比赛数量有限 入选啦啦队的机会并不多 因此一场表演能赚取的收入相对可观 其他也有网友认为一旦跳出知名度 啦啦队只是增加曝光机会 后续的商业邀约才是重点 红人以后 月外收入起码500万起跳 啦啦队并非主要收入来源 实际上 啦啦队女孩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球场表演 直播打赏和活动代言 当然 若仅给女孩基本的出场费 他们的配合医院可能不高 球团也难以稳定控制他们的表演次数 因此 许多球团会给予啦啦队女孩基本底薪 或者保证每个月至少会有约8到10场表演 以确保他们的收入 周边商品销售后 球团也会给女孩分红 卖得多就赚得多 这部分收入让一些女孩的平均收入达到了6位数 若按照场次来计算薪资 一场表演的收入通常在5000元到7000元之间 如果表演次数不多 月收入可能仅能维持在数万元 因此 有些球团会提供保障底薪 或是保证有几场表演的安排 除了球场表演 许多啦啦队女孩也会进行网络直播 与直播公司签约 每15天的直播时数又满20小时 直播时的粉丝打赏 平台会与女孩对分 有些女孩经营直播三、四年 累积了几百万元的收入 这让她们每年都有越百万元的稳定进账 然而 最能让啦啦队女孩大量累积财富的 是她们红变之后所带来的效益 一旦成为固定的综艺咖或主持人 以及参与代言活动都会带来高额的报酬 再加上代言活动的收入 每月最高有机会突破百万 然而 这样的高薪不是常态 薪资常常起起伏伏 尽管有些啦啦队女孩年纪轻轻就能买房 这只是极少数的例外 近年爆红的乐天女神林香年仅25岁 但因很早就开始打工赚钱 担任过游戏直播主 外拍模特儿 再加上啦啦队的收入 22岁就存下百万元 她目前和家人一起在士林租屋 目标是在35岁前 在台北买房给全家一起住 有女孩感叹 月入百万当然不是不可能 但那是顶尖女孩才能达到的境界 全台湾职棒直男球团女孩加起来约有1 200人 而赚大钱的只会是少数几位明星 其他女孩的职业生涯可能短暂 甚至没有赚过那么多钱 她们背后付出的努力与承受的压力 有时也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在娱乐圈中 啦啦队女孩不仅需要具备出色的舞蹈技巧和形象 还需要有持久力和异力面对工作上的挑战 她们努力地在球场上为运动员加油应援 同时也带来欢乐和能量给观众 让我们为这些啦啦队女孩的努力和付出喝彩 并期待她们在未来能有更亮眼的表现 但实际上她们除了需要面对日晒雨林的辛劳工作之外 薪资也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有跳财有钱是她们的真实生活写照 淡季的时候月薪大约只有两万 走进台湾的各大体育竞技场 啦啦队女孩的活跃身影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之前的WBC经典赛 她们的魅力不止在台湾 更传向全球 但在光鲜的表面下 她们背后的生活状况和努力却鲜少被人所知 近日知名啦啦队队长琪琪在接受专访时 揭露了啦啦队员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 她提到虽然外界认为啦啦队员的生活充满星光 但实际上她们除了需要面对日晒雨林的辛劳工作之外 薪资也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有跳财有钱是她们的真实生活写照 淡季的时候月薪大约只有两万 而在淡季时 她们甚至需要寻找其他活动来维持生计 今年7月 终止球团抬钢雄鹰招募的Wing Stars啦啦队 曾提供正式成员至少50万元的保障年薪 不含技巧分红及商业合作 这笔数目在当时已引起社会广大的关注和讨论 PTT的网友们在得知啦啦队员真实的收入状况后 也表达了满满的同情 其中一位网友表示 之前看访问啦啦队平常很早就到球场 若英语取消还没赚 等于白跑一趟 还有网友认为 啦啦队员其实是体育赛事的一大吸引力 但他们所得的报酬并不符合其所付出的新毛 琪琪 本名刘怡琪 2014年开始投身于啦啦队的工作 曾于一大犀牛 统医师 新竹工程师及中华队担任啦啦队成员 琪琪选择成为啦啦队员 与家庭背景有着深厚的联系 她的弟弟祥祥由于患有脑骂 行动不便 因此琪琪需要担负家计 出乎意料的 琪琪入选了棒球啦啦队 成为她和家庭的一大支持 除了工作 琪琪在私下里也是个照顾弟弟的好姐姐 在她的个人IG上 经常可以看到她和弟弟祥祥的合影 展现了她对家庭的深厚情感 也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红跟不红的收入会差数十倍 IG也有五万 十万 二十万之分 没转一人的啦啦队 不管之后要继续跳还是离开 总是有比较好的筹码可以发展 前几红的根本比一堆艺人还赚 但确实彼此间落差极大 好几个女孩三十岁内买房 我都看着女孩最近有没有在接外派 有的话表示最近收入微博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